戴起全景手套出手敏捷 拳拳到位 这位看起来30出头的年轻人 除了是健身教练之外 最近还有了新身份 挂在街头的看板引起热烈讨论 这位长相帅气的年轻人 建议是这次年底大选的里长候选人 一开始是因为陈梦如议员的关系 他会从事蛮多公益上的活动 然后本身对这方面就很有兴趣很有热忱 所以就想要从事里长之后 可以帮助一些弱势团体 高雄市议员郑梦如就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 减重了30公斤 他就是幕后推手 其实他辛苦努力的成果 我只是从旁辅助他 因为他真的很辛苦 那当然也会因为他的关系 然后来了蛮多客人 接近选战不止县市首长和市议员竞争激烈 就连里长的选举也进入白热化 从这次的候选人就能观察出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因为台湾目前里长的年纪偏年纪比较大 那想要藉由像我这种年轻人 就是思想上会比较接近现在的年轻人 对要不然老旧那些年迈里长 他们的思想可能会跟现在的人会有点出入 对所以想要藉由我来参选年轻重生 去改变一下这个环境 世代交替想法观念都不一样 洪奇修想在旧社区带来新奇效 也期盼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 但现任的老旅长已经连任了好几届 想要选上恐怕没那么简单 记者林家一笑一轩高雄报道